哎呦哎呦发财了发财了 发财了 这回是大石头啊 哇塞 不知道的以为还有什么保障 大石头啊 我桌子都摇晃了 这么猛的吗 黑石头洗过皮吧 开窗位置就是个油清啊 那不是凉凉凉的透透的 那完了呀 上油了你看水都站不住 上蜡了 你看水都进不住开窗位置上蜡 出发了发财了 走出发 噢妈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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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重了 哎呀 哇操 哇发财发财 噢妈嘞啊 哎老板 帮我切一下 这边有一道链 就这一块最平整了 就直接这样切个盖子下来 直接开一片下来 这估计也是油清啊 看这个窗口的表现 80%油清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又是漫长的等待时刻 脆油发财啊 就这样啊 就这个盖子 夹夹夹夹夹磨的吗 磨啊 那磨嘛 我立不起来啊 我想整个开个盖 这样一看就看清楚了 但是立不起来 太难搞了 因为石头是尖的 凉凉啊 已经暴露了 那个已经那个 插窗的位置已经暴露了肉质啊 没事嘛 开出来那万一有手镯了 夹不住啊 不好夹 太大了 这块石头 重量太大了 重量夹住了 切十五十六是吧 这要多久 半个小时 哦 哦 马嘞 哦 马嘞啊 又是凉凉的一天啊 跟我的判断 没有丝毫的出路 又是凉凉的一天 都不需要切第二刀了 跟脆油包个喜 老哥啊 又是凉凉的一天啊 没必要切第二刀了呀 这个已经凉的透透的了呀 桌子也没有 牌子也没有 竹子也是沸沸的啊 竹子也没啥用 还好还好脆油收 不贵不贵 八百多 你拿去放鱼缸吧 我懒得搬啊 我搬搬搬搬过来搬半天 崔友这个表情很生动啊 崔友再见再见 那我丢了丢了丢了啊 这一块石头还是老规矩啊 我们问问老板要不要 不要的话拿去丢了 老板 要不要 啊 放在那里就行了是吧 好 不要了 谢谢啊 不知道啊 确有的 大价钱买下来了 你要珍惜啊 老板 没用是吧 打竹子都不好看啊 人工钱都搞不回来 用力又干 今年今年我 我这也老有个大规矩 这种其辣子 没意见没意见 我拉过感到这个 对不起 哈哈哈哈 他都这样的 矿姐的里也就这样 你说拿这种料去 搞人家加工了吧 他妈 人工费你搞不回来 是吧 住住几 干个屎 他妈 今年我接受有一个客户 他家里 开了一堆垃圾物 他都拿这家就给 我放接受 我接受 接受改他 他去做 只要一万多颗 那个老板 他也对我说 他卖完 也达为工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真的这个 这个赌食行业 如这个大叔所说的 有些料子做出来 真的都不抵工钱 所以说没必要去做 做它真的是浪费钱 刚才他说 他有个顾客 压了一万多颗 然后 后面 货都送给他了 那个货都不要了 钱 工钱都不要了 工钱不给 然后货都送给他了 那所以 还是奋劝各位 却有 怎么说呢 不要抱有一 抱有一副 就是想报复的心态 去玩赌食啊 赌食啊 赌食真的是娱乐啊 然后也 水是真的非常深啊 就说到这里吧 也没什么都说的了 嗯 那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哇